一人倒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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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我一边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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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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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我爆破 7月21号上午9点30分 河南焦座电厂老厂区5号6号基左锅楼房 及配套210米的烟囱和华润电厂125米的冷却塔 成功实施了控制爆破拆除 据悉两者曾是焦座的标志性建筑 随着一声巨响冷却塔与烟囱先后轰然倒塌 现场成灰四起附近正感强烈 哇 都炸拉了 我们的楼都是在晃正感非常的强 这是烟 据了解这个成都饭店此次的这个墙体结构呢 属于相对结实的简历墙 因此施工方呢已经对其进行了一个提前的破拆 同时会遇到爆破地点处于一路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我们画面中 成都饭店已经在我们这个画面中瞬间坍塌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非常的壮观 非常壮观的一个画面 看到我们这个画面中啊烟雾缭绕 我们这个28年的成都饭店在我们这一瞬间 大概是4秒到5秒的时间内瞬间坍塌 爆破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也非常有幸和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成都饭店的一个全面爆破 那据了解我们这成都饭店的此次爆破的这个墙体结构属于相对结实的简历墙 因此呢施工方已经对其进行了一个提前的破拆 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瞬间的爆破是非常的成功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爆破现场呀产生一定的烟尘 那考我们那个施工方提前就考虑到了今天的爆破肯定会产生大量的烟尘 所以说呢爆破工作一结束我们的施工方就将立即进行一个降尘作业 那消防部门呢现在已经出动了多台消防车 他们现在已经第一时间进入了中心现场进行一个压尘 5、4、3、2、1、起爆 炸了 裂是8、13、2、1、溫钉 还要燥取 behö Marv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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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